你结婚了没有 没有 还没结 对 为什么 没钱 那你这些年来工资网上涨过没有 最多的时候拿过多少钱一月 就五千 那怎么办呢 三十八岁了还拿五千 那只能说先拿五千呗 你是学计算机网络的呀 对啊 对吧 你在这上面耕耘了十年的硬件 你好歹你应该做一个工程师了呀 你进入一个企业的时候 你并不知道会给这个企业带来 就是多大的收益 你能为这个企业奉献出什么 所以说先要有一个保底的工资 如果说你表现日后表现好的话 那么这个企业也会给你就继续涨工资 它不止五千 对 你去运营淘宝这个网络推广 你做了三年 你从大数据的角度来讲一讲 运营效果怎么样 如果你是按照这个投出和收入的话 那它的这个效率还是 我感觉还是不错的 我再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投资回报率吗 投入你一个交易客户 买你东西的客户 在推广上花多少钱 这不能按照一个交易客户来说 而是我是广 就是广撒网的 不是 我觉得大家其实现在 对于他的工作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其实已经很清楚了 但我觉得他今天在场上 应该给我们引发了很大的反思 为什么反思呢 我觉得台下有很多 可能十几岁 二十多岁的 包括今天来了有将近四十岁的 有好几个了 就是三十九 四十岁 这么它已经工龄十四年了 也就是二十 你应该是二十多岁开始工作的 可是这十四年产生的工作价值 跟工作结果来讲 相对来说真的 我觉得不足以现在可能 一个非常优秀的人 可能两到三年的工作的经验跟经历 就觉得很不对 该怎么样在年轻的时候 都是规划着自己的经验 首先你感到很悲哀 然后就会让我看到 现在九五后 是我要在我自己的个性 我要在我自己的生活 我要有我自己的节奏的时候 不能让我工作影响到我生活 可是最后有可能十几年之后 就会看到 今天场上的状况是一样的 到了四十岁的时候 你没有了机会的时候 你再想努力其实很难 这个社会看我们的时候 二十岁就看我们可不可交 其实我们带着小伙伴的时候 看是不是潜力嘛 四十岁看你可不可用 有哪一块是你不可获决性 四十岁就看你可不可捧 你捧得上去算是一个头 捧不上去就迟早被淘汰 而五十岁看的是可不可静 人格力量 对吧 大家是不是佩服你 是不是愿意追随你 这些是你逃脱不了的 我是我 你们是你们 你们并不是我 我所经历的你们没有经历 而你们经历的我没有经历 所以说我在生活当中 我也不会去随便评价 任何一个人 因为我没有那个刺客 但是你还是要想一想 我们不能说三十八岁拿五千 就一定是个失败 但是你是学计算器专业的 你很清楚 在这个行业迭代太快了 我们当年学的那些技术 早就过时了 是 将来怎么办 那是你的事情 就像你所说的 我们没有经历你心里的 将来也是属于你自己 不是属于我们的 这个热爱和坚持 其实能够给你带来 非常丰厚的回馈的 不见得要有很多的规划 但是你一定要在你喜欢的领域 扎根往下走 就是你所有的风 都帮不上一个没有方向的船 对吧 你想给他协助他 铺这个路 都不知道往哪儿铺好 对吧 而且他自己也没有所谓 人生发展的战略安排 对吧 再等一辆不知道 什么时候到的车 如果说对个人来讲 就是说不是我未来要做什么 而是我现在做什么 才有未来 你现在不确定 现在自己要伸扎什么 这是个危险的事 我就是出生在一个山城 对于你们这些在大城市生活的人来说吧 可能说认为我应该有一个更高的高度 更好的一个求职方向 但是在我们的那个城市当中 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好 以后的路 还是得是按照自己继续努力 按照自己的想法继续努力 但是能不能成功 还是靠天意吧 就是你把你所有的现在的现状 归结于你的出身不好 然后你的机会不好 其实我想跟你说 我也是出生在三线小城市的 我告诉你 这个时代充满着机会和运气 只要你努力 真的是 你笑着 因为他说三线城市 而我那是五线城市 所以别说了 人家都说了 你没有经历过我经历的 对 你不是我 你没有资格评价 我人家都说了 咱能不能别自讨没趣啊 这个社会其实在剧烈的变化 科技在飞速的发展 拥有无数无数的机会 那么如果说你能把握住机会 可能就会闲鱼翻身 来 小斌社交数据解读 杨成像是一个热爱运动 喜欢科技的技术宅 他喜欢的运动十分广泛 是个不折不扣的球迷 除了这些男孩子专属的特点 他还是个喜欢小动物的男生 在生活中 他应该也是个积极 乐观 热情的男生 第一轮选的去后来 咱们 咱们 中文字幕——YK